新星系统体 是指某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 成为新星的经济实体 但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那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 是将新星系统体分为两个梯队 那么第一梯队是中国 巴西 印度和俄罗斯 南非 也就是金砖国家 那么第二梯队是包括像墨西哥 韩国 菲律宾等新算国家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也是认识到 在发达经济体受到金融危机困扰之际 新星经济体正在成为 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 不过2014年以来 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 也是日益的突出 其经济增长动力也是遭到了质疑 那么具体来看 新兴经济体也是面临着 三大外部冲击 第一就是美联储的QE缩减和退出 第二是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回暖 那么第三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 整体走弱